众生他们可以度化众生的这种力量 他不是靠有违法 不是靠因缘法 是他的这种心的这种完全的力量的这种展现出来 那当然他在对应众生要度化的时候 他也是尽量打破这种因缘的这种关系 所以才会有说无缘 就是无缘众生他也度 就是这样 无缘大词 就是能够打破这种我们一般说的 有因有缘 有因有缘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种成就 他就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这种世间的幻处 可是我们下面再来看第八项跟第九项 德森童子跟友德童女 他就告诉善才童子说 好 前面所说的是我们这个众生 跟我们这个生存的这种国土世间 这些是幻处 那第八项呢 谈的是说一切身闻 必知佛 皆换住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很惊讶了 本来我们听闻佛法 那么了解说众生是苦嘛 所以我们要离苦得乐 要得解脱啊 所以要得解脱的时候 一般的话呢 就是小秤的果位呢 就是能够治疗 那治疗的话呢 就是正道声闻 欧罗汉果 那或者是披之佛的原觉 因缘观 可以了解一切世间是因缘合合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也算是成就一个佛谷 是小秤的佛谷 可是在这里呢 又说 连生闻辟知佛也是幻处哦 那为什么呢 是至断分别所成故 至断 这种的智慧呢 是片断的截取 是断灭法 断灭法 就是说 即使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是苦 而要离苦 要得解脱 就是不受这个轮回的苦啊 不受这个世间贪生痴的优悲苦恼啊 那就去修欧罗汉果 声闻辟之佛的原觉 那这个时候 因为了解了啊 了解这个世间的这种苦啊 把这些的因缘啊 那么就断这个苦因 断这种无名啊 那就正道了 就不受这个苦了 可是这个是幻处因为 他以这个正果的这个声闻 用俄罗汉果或者是披之佛的因缘原觉呢 他的这个智慧呢 他是断灭的 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贪生之烦恼 他就以为把它全部都断掉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就叫做灰心灭智啊 灰啊 就是把我们的心就不起作用 然后呢 把我们的智慧也把它灭掉 那就等于是说 你灭了贪生之烦恼 结果呢 也不起作用 我们的心 我们说不要有贪生之烦恼 可是还要有作用啊 要有作用啊 像我们说这个水 好 我们今天 这个最大的资源 很宝贵的就是水 我们所有的动物众生都要喝水 那这个水呢 是污水 可是这个污水呢 我们也不能说不用啊 像雨水 为什么我们要收集雨水啊 他就是要把它净化 那净化了以后 不是说这个水就放着不用 因为净化了以后就要来喝嘛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运用呢 在僧文跟辟之佛的这样的方式呢 就偏了 所以它叫做自断 它的智慧呢 是把它断掉了 就等于是 只是断了贪生之烦恼 就把自己心呢 就空在那里 就不知道说 这个心 没有贪生之烦恼 还有心的作用 我们的心还要起善用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进入了说 好 前面是一切存在现象的 是换住 它是因人和合的 种种的这一些的缘故 可是当我们认识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只是把贪生之烦恼断掉 就处在一个空的这样的境界呢 那这个时候也是换住 好 那我们再看第九 第九呢 两位童子善知识呢 他跟善才童子解释说 一切菩萨也皆换住 哇 那这个我们又更加的惊讶 为什么呢 他解释说 能治调伏 教化众生 诸行愿法之所成故 也就是说 前面的 一切的世间啊 国土啦 三世这些是换住 然后呢 你要正道身闻原觉 辟知佛 也是换住 那 这一项呢 又说 那如果我们 没有灰心灭自 那我们也可以行菩萨道 我们还可以运用我们的心 善用来利益众生的时候 这样子的菩萨呢 也是换住哦 我们不要想说 这个菩萨就是 一定就是有这个实质的菩萨 这个时候呢 就是破我们 以为 又有菩萨可以执着了 所以就等于 其实 这个是 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的提升 他不是否认说 没有菩萨 而是说 菩萨是换住 就是说 即使我们能够 行菩萨行 修菩萨道呢 这个菩萨的境界 也是一个短暂 一个过程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 为什么叫做菩萨呢 菩萨就是 他能够调伏 教化众生 那菩萨 他能够调伏 教化众生呢 主要是因为 菩萨发了这样子 要利益众生的愿 然后呢 他有实质的这种菩萨行 那这些呢 是菩萨发了这样的心 而去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我们叫做菩萨 所以 他也是 一个 从 行愿来成就的 所以呢 我们说的菩萨 他是对照于 因为菩萨来 度化众生 来调伏众生而说的 那 如果我们说 众生的实质 他也没有众生 然后 菩萨要度化众生 也没有众生可度 那这样的时候呢 实际上 也没有一个 真正所谓的菩萨 那种实质存在的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 对我们来说 他不是说 那我们就不要学做菩萨了 不是 而是说 我们是要去学 那学菩萨的时候 我们在行菩萨道 是一方面来磨练我们的众生的贪生吃的烦恼 然后一方面呢 来培养我们有善用我们的心 愿意提起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这种积极的作用 可是呢我们不要把我们在过程所做的这一些说 现在是这种菩萨了呢 那就变成我们又把这种观念当作一种实质性 那这表示说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我们一直要尽啊一直尽 因为我们如果说以菩萨真正能够调伏众生的时候是当下 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够度化跟一个被度化这样的一种能锁 可是当下他只是有这样的因缘成就他叫菩萨 那这个因缘他还是在进展啊 那这个时候呢 没有执着过去或是前面的这种行为的能锁 那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更加积极 我们没有那个面落在每一个这种已经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境里面 没有执着 可是他还是在进行啊 他还是在持续啊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没有菩萨或者是我们不需要修菩萨性 而是说没有执着任何有一个真正我们做了什么的那种境界是实际的 然后停留在那个里面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 在这两位同志 善知识教导善才同志 他不是要否认说所有东西都不存在 他只是告诉我们所有存在的现象都是转战的 而且他只是过程而已 那为什么呢 我们还要再进步进步进步是这样 所以连菩萨他也是患住的 道理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能够度化之后 我们再继续度化 再继续度化 我们没有执着说这里就是菩萨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往前了 了解吗 所以就没有什么 所以一切的菩萨都是 他度尽众生没有众生可度 他心里没有放 如果他有放的话那我已经度够了 不用再度了 没有啊不是这样子 所以心里没有执着没有停留 可是呢他一直在继续地继续再往前 是这样 好最后第十项 一切菩萨众会 并化调伏 诸所行为 皆患住 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说 不只是菩萨的境界是患住 一切菩萨众会 就是所有的菩萨呢 统称起来呢 那这个众会啊 我们说我们最后就是香云盖菩萨 有没有 我们有时候唱祭啊 赞佛啊 那一切 赞完以后我们就是 南谋香云盖菩萨猛菩萨 就是所有的菩萨总会 那所有的菩萨大大小小 或者是这种 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种乃至是诸佛在 道价慈航的显现的大菩萨 这一切的菩萨的众会呢 他都是变化 然后呢都是为了调伏众生 那他所有的知所思 这些知所思呢 他所布施给众生的 还有教导众生的 这一些的方便善巧啊 也都是患处 因为所有的众生 都是在变化的嘛 他要对哪个众生 要用什么方法 在什么的情况之下 他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我们说的菩萨呢 他只是 就是有发这样的愿了 要度化众生的 我们总称为一个菩萨 可是实质的菩萨行呢 要针对众生来 才有方便善巧的这样的行为 这个是无穷无尽 也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嘛 所以说他是有变化的 或者是哪一些的菩萨 他是算是一个众会的 那他要对众生所调伏的方法呢 他所施设的这些方便善巧啊 那都是患住 所以说为什么法门无量 法门无量 寺院学这些的法门无量 就是菩萨度化众生的法门 或者是我们众生要来 解脱自己的贪生之烦恼的法门 或者利益众生的法门 无量啊 因为就是不同的众生 有不同的这种度化的方法嘛 那这些呢 他要度化众生的时候 他要有这种菩萨的悲愿 还要有对治众生的智慧 那这些呢 都是幻化所称的 就是对境而生的嘛 什么众生他要起什么样的 这种智慧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随着善才童子 就是所参的第五十参 就是两位童子 德生童子跟有德童女 那我们听了他们所开示的 这个患住菩萨解脱法门 我们就不认为他是小孩子啊 是小孩子 可是有无上的智慧 那包括善才童子也是啊 这些都是大菩萨了 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这个世间的真实的现象 所以我们随着善才童子的参访呢 我们已经参到这第五十了 那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智慧也有提升了 善才童子真的是提升了啦 那这两位善之士呢 他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善男子幻境自信不可思议 就是幻境就是变化的 那么的这种境界呢 他本性不可思议 就是说所有的存在呢 这一些的境界 他到底他的自信是什么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带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也就是说幻我们看到一切 存在他是不实际的 可是并不是说没有 不实际的里面 他还有他不实际的这种 不可思议的这种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我们的心呢 就是要带出一种 说这个是不可思议 那这个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 他是患 为什么是患 还要去参 我们就是用这个参就是 我去思维 我去探讨 我的心有在关心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不是只是执着在这些 我们看到的世间的这些现象啊 只是既定的一种观念的而已 不是这么固定的这种 好像执着的这种观念 而是动的 我们这个心是灵活的 活活泼泼的 是这样啊 所以他讲一句说 幻境自信 不可思议 所以就不是说幻境是空 不是这样啊 还有一个不思议 那就是值得我们的心去探究 是这样啊 所以他告诉善才童子说 善男子啊 我等二人 但能知此 患住解脱 哇 这了不起啊 他们两个童子呢 童女啊 他们就参到这个 那他很实际说 那就是这个法门 那如果其他的大菩萨呢 他们能够正到无边诸事的患网 比功德行 我等云何能知能够 这就是说 那还有其他的大菩萨 他们有正到的这些呢 就不是他们实践修正的 那境界就没办法说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想我们就是用这两位童子啊 他们呢 开始善才童子的这个患住 菩萨解脱法门啊 的这个十个内容 还有呢 幻境自信不可思议 来作为我们这个单元的一个 一个结尾 那里面呢 他还有在告诉善才童子 就是要往下面参访 那就是弥勒菩萨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下一个单元再介绍 那我们这个单元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屠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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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 慈悲智慧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赴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特为病苦者起见49天要师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祖法 日期7月20日 农历6月3日起 至9月14日 农历7月30日止圆满 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 逢星期三休息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荡路二段345号 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征服寿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欢迎提早来店报名 慈悲至夜 东山吉祥书方 举办每月一日禅 主题 人间佛教的戒定会 8月开始 每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上午9点半至下午3点半 由惠敬老师亲自编辑一系列课程 课程内容除了佛学课程教授 也加入茶产的品名时段 以及精致的点心禅 每月一堂课共16节课 敬邀大家一起加入 上课地点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478号 报名电话03-958-0286 03-958-0286 或03-958-7696 03-958-769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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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